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帮助人的财运得到提升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佬一起看一下 关于钱包里面放什么的风水讲究 一 钱包里放什么最具财 一 护身符 护身符体积比较小 很适合放在钱包里面 护身符的作用非常多 除了众所周知的保护自身安危之外 还能对财运起到较好的作用 护身符不仅可以守护身体的健康和平安 还可以让财运得到守护 在运气低迷的时候 护身符可以挡杀 从而帮助人避免破财的可能性 二 硬币 很多人会奇怪 钱包里面有钱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为什么要特意强调硬币这一点呢 其实原因就在于 目前我们钱包里多数是银行卡以及纸币 直接放入硬币在里面的很少 但是 硬币在风水中对财运气到的是中流砥柱作用 在钱包内放入硬币会保证自身财运运势高昂 三 水晶石 水晶石的作用是能让人的气场变强大 顺带对财运也会有着提升的作用 在发展中经常会遇到力不从心的时候 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就需要释放内心 将水晶石放在钱包里面 可以让人的财运飞速提升 并且对于人的精神状态也有着良好的影响 四 红包 一般来说 红包其实就代表着财运 代表着大吉大利 寓意非常好 每当节日 长辈都会在红包里面放一些压碎钱给晚辈 因为红包都是别人给自己的 能经常收到红包的人 财运也会特别旺盛 绝对可以发大财 所以想聚财的朋友 也可以在钱包里面放一个红包 这样能让财运变得更好 不过也要记住 红包里面不能是空的 空的红包寓意不好 代表着两手空空 而且空的红包也代表着会漏财 所以红包里面最好放一些钱 如果是百元大钞的话会更合适 钱放的越多 代表着财运会越来越好 当然了 如果没有百元大钞的话 也可以放一些钱币或者其他纸币 五 玉石 玉石的作用是辟邪招财 将玉石放在钱包中 可以凸显出一个人的身份气质 而且也显得不那么高调 另外最重要的是 玉石可以在人运势低迷的时候起到作用 让人远离灾祸 促进好运 起到聚财的作用 六 桃木挂件 桃木挂件在风水上面作用有很多 可以招财 还能够让人避开邪碎的干扰 如果体弱的话 可以在钱包里面放桃木挂件 能够守护自身的平安 顺便带来不错的财运 现在的桃木制品都非常精致 所以放在钱包里面也能起到装饰的作用 尤其是职场中的人 可以随身携带桃木制品 这样既能守护自己的钱财 同时也能避开小人 七 玉符 每个人的运势都会出现变化 而这种变化有好有坏 想让自己能拥有好的财运 可以在钱包里面放风水吉祥物 玉是非常有灵性的东西 是石头的精华 玉在风水里面有着非常独特的作用 它有辟邪去杀的效果 如果能在钱包里面随身携带玉符的话 也可以发挥出它的效果 能让钱包主人的财运变得越来越好 钱财可以受到保护 而且还可以让人获得贵人的相助 求财之路变得更加顺利 特别是对于自己创业的朋友来说 如果能把玉符放在钱包里 有意想不到的开运效果 与此同时也要记住 钱包毕竟是随身携带在身上的 如果玉符太大的话 反而不好携带 会显得非常笨拙 所以最好选择小一点的玉符存放 八 铜钱 很多人都会把几枚铜钱放在钱包里 因为铜钱大小时钟 重量也比较轻 所以放在钱包里不会太重 携带也很方便 而且铜钱也是用于股丸交易 这样可以让家里的 财运越来越多 自己的路也会很顺畅 但大家在购买时 一定要到正规的地方去购买 注意铜钱的来历 如果是假币 或者是来自不正当来源的铜钱 不仅不会带来好运气 也会带来厄运 九 压岁钱 逢年过节 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是一种吉祥 祈福的象征 不论面的大小 把压岁钱放进钱包 具有招财敬宝的寓意 也能起到一定的催旺整体运食的作用 本身就能使钱包越来越丰满 把红包放到钱包里 代表着吉祥如意 财源广进的意思 是一种很吉祥的寓意 如果这个红包还是别人送的 那就是一种好的财源 十 重要之人的照片 将重要的人的照片放在钱包里面 可以让人在工作的时候更加有动力 钱包里面最好是放一些能起到装饰作用的物品 在求财途中 很多时候都需要一些外籍的鼓励 来让自身更有动力 因此 可以将重要之人的照片放在钱包里面 这样不仅能促进一个人的工作积极性 还能聚财 十一 红色的装饰物 在钱包里面可以放一些比较洗清的装饰物品 例如红色的小饰品等 因为红色是最招财的 在风水上可以给人带来兴旺的运势 红色的装饰物有很多种 例如红绳或者红包也是可以的 逢年过节的时候 人们都会互相赠送红包来表示庆贺 因此 红包还有着祝福的含义 放在钱包里面可以让人的财运更红火 十二 股币 钱包里面放股币是非常聚财的 很多人有收藏铜钱的习惯 铜钱确实有收藏价值 越是年代久远的铜钱 价值也就越高 而且从风水上来看的话 越是久远的股币 越是值钱的股币 随身携带就可以提高财运 可以为主人实现财源广进 如果是几个股铜钱 最好在这些股铜钱之间穿上红绳 这样聚财效果会更好 不过股币最好是从正规店铺购买 不要去来历不明的小摊购买 否则买到不吉利的股币 反而给自己带去没运 2.钱包既会放什么东西 1.欠条 有很多人都习惯把欠条放在自己的钱包里 因为这样容易找到也容易记住 而且如果碰到欠钱的人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欠条拿出来给他们看 其实这样的方法是非常错误的 如果说把欠条放在钱包里的话 多半是会让一个人走没运的 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这个人的运势上 他们会渐渐走下坡路 而且发现做什么事情都会变得特别不顺利 刚开始他们还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才酿成了这样的后果 但是后来都会发现是欠条惹的祸 欠条的最大特点就是容易让一个人散财 保不住财 然后久而久之事业上就会出现问题了 所以这东西一定不要放在钱包里 随身保管是可以的 就是不要放在钱包里 以免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2破钱 如果你的钱变住了变破了 那就不要继续保留了 尽量把它们花出去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因为这些破钱很容易让你出现灾难 在风水中破钱是灾难的源泉 是能够让你的财运变得瓦解的罪魁祸首 所以这东西千万不要放在钱包里 包括是旧钱也是不可以的 有很多人都以为旧钱可以升值 所以就平常戴在身上 虽然说的确可以升值 但绝对不要放在钱包里 尤其是刚买的钱包 更应该放一些崭新的钱 只有这样的话 才会让财运一点一点的提升上来 不然的话财运一旦走下坡路 是很难补救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的钱包里钞票 都是崭新的 因为他们也害怕财运流失 关于钱包最忌讳放什么东西 破钱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 因为其实破钱不影响使用 所以人们会习惯性的放在钱包里 三尖锐物品之类的东西 有的女孩子总喜欢把钱包弄得满满的 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尖锐物品给我们带来的只有不好的一面 尤其是财运上面的流失 还有运气上面的衰减 这都是对我们很不利的 如果长时间这样佩戴的话 那么以后就别想着赚钱了 很可能自己的财富都会慢慢的损失掉 钱包可以装钞票 银行卡 剩下的就不要装了 因为本身钱包的体积就比较小 如果你非要往里面装很多东西的话 看起来也很不顺眼 四身份证 很多人都觉得钱包里就应该放身份证 其实最好是不要在钱包里放这些东西 因为这样会造成我们的运气不好 而且多半还会跟身边的人变得不和 一个人如果经常跟身边的人关系不好的话 以后想要混下去就很难了 并且如果钱包丢失了 那就会让某些坏人捞到便宜 甚至是拿你的身份证去做坏事 到时候真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这些方面必须要注意 不把身份证放在钱包里是有原因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